这部车放一小时或者半小时都很难启动 启动的时候排气管还冒白烟 启动起来之后这个白烟都很大 我们再检查一下机油 看一下有没有乳化 如果乳化了就要拆发动机了 首先把这个迪卡给拆掉 把这个机油放出来看一下 这个车外壳太多了 而且内流角螺丝超多 放个机油都很麻烦 为了不要让机油流到到处都是 我们还是放开导游板吧 这个机油都跟哪一样了 没办法了 要拆缸了 像这种问题 把中光电换掉 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但是换个中光电弹合容易 你拆这个外壳都很麻烦 这个内流角螺丝太多了 而且型号还不同 我都不知道厂家这样设计到有何用 简单一点 不更好维修吗 我就要扩着给假装 我都知道 我闹着给了 我扩个欣赏 那怕是 不错了 我已经却控制了 我还会放过来 可惡 这时候把水放掉吧 这个水有压力就不在里面了 这钢垫不密封 它就会窜击进冷却系统 这样就会形成压力 当停车放的时候 这个水又会窜击冷烧室 导致放半个小时都难找车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拆到发动机这里了 其他的直接的可以干发动机了 主要这车外壳太多了 这发动机看起来很干净的 不过窜到有水了 如果第一次拆的话 最好对一下踢点 看它原厂怎么对的 上面就两个突轮 一个进气突轮 一个出气突轮 这部车是250单缸四驱门的 拆到这里 这个螺丝有点难拆 没办法用梅花瓣 手慢慢拆吧 这个钢铁 钢铁都已经吃了 吃钢铁的原因有很多 你们觉得吃钢铁的原因有哪些 谁来解释一下 这个气门柱拆的时候 系好哪个位置就放回哪个位置 我一般用个四方和张好来 等一下就很好系了 我发现这手套还不错 清理这些不是太脏的鸡碳 还是蛮有效果的 这个车的材料 真的是贵 一个电48块钱 让我无法想象 popcorn 点支提你好 告诉你 煮费 准车的 apa 〆 磁電機對好踢點 這個圖輪兩條渾線以剛頭平行 其實這個對法跟通路車型差不多 沒什麼區別 其實修這種車就是耗公司 踩個外殼都要踩老半天 有馬太陽的衣服 調香水 吞吞鑽 雞肉 转动一下发动机是否顺畅 然后再用塞尺测量一下气门间隙 再搞一瓶机油 然后对点汽油 清理一下发动机